在基隆市议员宋伟丽以及郭美秀争取下 立委林佩祥邀及包括水公司第一驱促处长陈肃清 市政府以及中山区公所区长徐亚文和当地和庆里长陈佳和一起会刊 确定今年年底前可以同时跑步好社区道路 并且太旧换新自癌水管线 设置好加压站以及配水池 保障大清大神社区稳定供水 并且有更好的社区道路品质 很高兴听到我们自来水第一驱的处长特地亲自过来 解释了整个配水的计划跟未来这个地下水管的修缮 同时之间佩祥也在这边特地强调 自来水公司要跟市政府公务处通力合作 因为未来不只是跑步水管之外 跑步地面也要一次做清楚 我们期待在今年的年底 估计是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在大兴大城看到除了重新跑步完成的整体路面之外 更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加压站 跟上面一个蓄水池 能够好好的把高地供水能够做好 对基隆来讲高地供水跟减少漏水率 是我们在公共政策上面很重要的一环 那佩祥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 能够参与到这次的会刊 正式在把我们的高地供水 把我们的漏水率再度减低 为这件事情上面再来做出一点的贡献 另外立委林佩祥也和市议员宋伟丽 以及区长徐亚文和德安里长 谢明传等单位人员 一起会看德安路交流到北向扎道路口涌塞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当地社区住户人口越来越多 交通尖峰时段和假日特别严重 因此林佩祥鉴请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尽快提交可行性评估 让高工局进行研议改善道路涌塞问题 我们会鉴请基隆政府尽快去水平进屋 来去评估当地这个交流道去改善设置的方式 来去帮助目前这个大型设置 跟目前德安交流道去改善设置 希望说能够这个目前的状况 能够尽快改善 让我们的行车也好 行人也好 有行的安全 而且能够跟我们的赛车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